今天的主题是 年轻人应该要先买房子呢 还是要先存钱 欢迎回到我们的宝可梦卡好 你有投机款之后 才能够买嘛 那之后的当然就是靠房贷 当然买房子有 嗨我是宝可梦 今天稍早啊 那个经济日报啊 这个记者 他又打电话给我 要询问我一个问题 很有趣 叫做年轻人应该要先买房呢 还是要先存钱 然后他就说 我可以采访你吗 我就想说等我一下好了 因为刚好就是中午要休息 然后大概过了两个小时之后 他就是在打给我 那我们就有 就是简单的针对这个议题 有稍微聊一下 但今天这个议题开始之前 我就还蛮想 蛮好奇的 就是想问一下你的想法 因为我们的年纪 大概都是25到35左右 就是我的受众 我的听众朋友们 大概都是这个年纪跟我差不多 那既然我们都已经出社会十年了 那你就可以去思考一下说 你现在的钱已经存到了吗 你已经存到你 就是比如说你要买房子的头期款 你有头期款之后 才能够买吗 那之后的当然就是靠房贷吗 当然买房子有非常非常多的 美感 我自己的琢磨不多 你有兴趣应该可以去 搜寻更多的 这些专业的大神的 这个介绍 比如说像Sway 那我这边的话呢 我当然可以发表一些 我的浅见啦 我自己的想法是 在我们还没有存到头期款之前 其实根本就不可能买房子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呢 就是你身上已经存到100万了吗 你身上已经存到150万了吗 买房子的话 至少就是1到200嘛 那你有头期款才有可能去买 那银行也不太可能给你九成贷了 了不起是七八成 那你的支付额越高 你要准备的资金就越多 所以这会是一个问题 那我们来算一下这个 比如说以150万来讲 你应该要多久才能存得到 那宝可梦出社会已经10年了 那以10年来算的话 10年存150万 来算一下 平均一个月要存多少 那等于是一年要存15万 那如果你的薪水是3万块左右的话呢 请问一下你一个月都存多少钱 这样算就好吗 我们之前都常常讲说 投资理财投资理财 然后要存钱 那你一个月存3000块的话 一年可以存到15万吗 好像不行吗 你看15万除以12 那你至少一个月要存12万吧 那你这样子才有可能存了12个月之后 才有来到十几万 到15万的可能性 所以呢 你一个月如果连1万块都存不到的 基本上是不可能存到头期款的 所以呢 先不讲投资理财 讲储蓄 这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然后同样的这个问题 我也有把它丢到这个 我经营的大户的Telegram里面 然后里面有很多粉丝朋友 大家就很踊跃的在聊天留言 现在还在持续的讨论当中 所以我觉得很有趣 就是这一块大家都会有不同的想法 所以呢 我就先解决最根本的问题 就是你有没有投期款 你如果没有投期款的话 就别妄想说要去买房子了 当你准备好投期款之后 你觉得你好像已经可以进去房市 可以开始来去买房子了 但是你会遇到的其他更尖锐 或是更痛苦的问题 就是说 如果你买到的房子 是死过人的 你想买吗 那如果你要脱手的话 人家知道这个地方是事故屋 你愿不愿意 就是人家愿不愿意脱 就是买 人家如果不愿意跟你买的话 那你是不是就无法脱手 那这就会是一个问题 所以我们都想要买的是好的物件 没有问题的物件 那如果你买的地方是风水不好 你进去就是 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的 那你这种房子好吗 所以你在买房子之前 你有需要花很多时间 去进行所谓的研究跟观察 然后找到最适合自己的房子 那包括它的地段 也会影响到这个房价的部分 所以买房子是一个非常大的 这个博大精深的学问 这个部分的话 的确是我们都还要需要 花更多时间去钻研 才有可能就是不会踩雷 你看我们一生 就买一个房子要住 但是呢 如果你很莽撞的 就直接投入房市 然后就你看到人家广告 或者是那些代销业者骗你 他用一些话术骗你 然后你不小心就踏入陷阱 就买了一个 不是那么适合自己的房子 那难道你还有第二次 或第三次脱手的机会吗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 你必须要去思考的问题 不要那么贸然的进去房市 就算你现在想买房子 也建议你至少要看50个物件 比如说你喜欢的是永和区 那你永和区 你至少看50间房子之后 再来下这个决定都还比较好 所以这个是你也知道 你一生可能不会做过几次 上百万上千万的交易 但是买房子可能对你来讲 就是一个此生中最重要的交易 所以你绝对要谨慎以待 那这个部分是我没有跟记者聊到的 他跟我聊10分钟而已 所以这是我慢慢在思考的时候 整理出来的 提供给你参考 那当然这些东西 你也可以在Swade的平台上面 去看他的节目 他其实都会有讲到这些东西 之前Light Today 在做节目播映的时候 每周五有他的节目 我是每周三的 所以你如果都有看 你大概都知道说 买房子有没有什么合约书 要注意的地方 然后风水的部分 然后还有没有地段的部分 这个部分他都有讲到 或者是买那个所谓的电梯大楼 那你到底是要买中间的楼层 还是上面的楼层 还是低的楼层 其实都有各自的考量 所以这部分 你的确是需要自己做功课的 那这部分 其实我就没有办法跟你分享太多 那再来就是说 关于房价这件事情 就是今年7月1号开始 这个房地合一税 是不是就要上市了 就上限了 那这个上限之后 其实势必会有一波 这个所谓的抑制房价的预测 那很多人都在讲说 政府打房到底是 真的有用力在打 还是说就是这样子 给你动一下 就是让你觉得说 其实根本没有用 然后这些卖房子的 这些建商什么 还是很疯狂的在盖 那根本就没有差 那这部分的话 就是还要再看情况 但是我个人还是觉得说 现在房价还是处于高点 那将来会不会掉下来 这其实是 还有很多可以讨论的地方 但是我们也可以去思考一件事情 就是说 将来到底还不有这么多人买房子 你知道现在就是已经进入 人口老化的一个阶段 现在的年轻人都不太生小孩 像我爸爸妈妈那一代的话 他们生三个小孩子 我跟我姐姐或是我弟弟 就以我们家庭来讲 但是你看 我都已经36岁 我弟弟也30多了 我姐姐快40岁 她才有一个女儿 小子女 就是说在我们这一代 其实生小孩子的状况 其实是越来越低 就是大家都觉得说 差不多生一个就好了 那这样子的话 其实将来到底还有多少人会去买房子 这个部分是你就要去思考 也就是说当人口红利没有办法支撑房价的时候 这个供给多 但是需求少的部分 会不会导致这个整个需求下来 这个部分你就必须要去思考 这部分的话 这其实也是我自己个人觉得 在短期之内其实我不需要进去买房子 好那我比如说我在10年或20年之后 我再来买 那有没有可能它的价格就会更便宜 更宜人 好这是一个你可以思考的点 那再来就是如果我现在不买房子 那我现在干嘛 我现在的居住是租房子嘛 你就可以去思考一下 因为我们的11住行 我之前在night today那一集节目也有讲到 就是我们能不能够存下更多的钱 其实最主要是决定于比如说 你花的房租的费用 然后第二个是你的吃喝玩乐的部分 这个吃的部分的话 你可以节省下来很多 那你基本上就可以比较容易存得下钱 那另外一个就是房租的成本 那我之前也在节目上一直讲 我到现在我住的地方 一个月的房租就6000块 然后包水电瓦斯全包 这个就网络都全包 那你们呢 你们可以想一下你现在 如果你是在外租屋一组的话 你的这个房租是多少钱 你的薪水多少 你的房租多少 有占超过25%吗 像我的薪水如果是37000 然后只有6000块是在那个房租上面的话 其实我在房租的租 这个所谓的支出的比例 都没有超过40% 所以如果你住的是比如说套房 然后离公司近 但是它比较贵 一个月1万2 1万3 甚至到1万5的 但是你的薪水如果只有3万块 那就代表你有太多的钱 是被这个房租给吃掉了 那这样子很显然 你是比较难去存下钱的 所以我会建议你 在情况允许的情况之下 你应该要想办法降低你的房租 那这样子的话呢 你才有可能存下更多的钱 那将来才存得到 这所谓的头期款嘛 你想想看 刚才已经算过 你一个月至少存12000耶 那你的薪水如果只有36000 37000 你要存三分之一耶 但是你另外的房租的部分 已经吃掉你二分之一的 这个所谓的薪水收入 那你还只剩下几千块钱 你要在 你怎么在台北市过火 你怎么在都市过火 所以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所以你可能就比较 要减少内斗 就是要非常的节俭 然后不能跟朋友出去玩 然后什么都要节省 那其实 这样子有办法存得下钱 但是你会很痛苦 因为我做这件事情 我已经做了七八年 我已经受不了了 所以当然就是 我已经度过那个时期 然后可能我的业外收入变多了 我才能够生活的 比较轻松一点 所以如果你还在 那个过程中的话 也请你要就是咬牙 就想办法要多存一点钱 因为你必须要 有一定的本金 比如说100万之后 利用这些钱 来帮你做钱滚钱 利滚利 你的资产增长的速度 才会快 有钱人都是这个样子的 所以在你还没有存到 你的第一桶金 或者是第一个资本的时候 你都不太可能 靠这个资本的翻倍 的这个复利 来让你就是 更快速的去达到 你要的生活 所以我跟记者讲的答案 就是说 我会尽量在我 比如说40岁以前 存到我人生的 第一个1000万 比如说我现在资本 我自己存的钱 大概已经到300多 那我还差600 我可不可以在 我剩下的4年 努力的拼一下 想办法存到 人生的第一个1000万之后 那这1000万如果放在 投资市场上面去 让他帮我做 投资升级的动作 简单来讲 比如说台股 年花报酬率7% 美股年花报酬率10% 我不要那么多 我砍半 我只要年花报酬率5%好了 那1000万的5%是多少 1000万的5%就是50万 那我就很相信 我在台北生活 大概50万左右 就可以让我 指引我一整年的生活了 因为反正现在不能出国 不用出国的话 其实你可以 花的钱就不多 那你大部分都把它存下来 其实50万对一个人来讲 真的是绰绰有余了 已经可以过很爽的生活了 我们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就不需要工作了 我需要做的事情 就是我可以退休 然后我可以去做 我真正想做的事情 比如说我持续的写文章 持续的跟大家分享 最重要的信用卡资讯 金融资讯 那这是我现在做的 很开心的事情 那做这些事情 我可以有一些 额外的业外收入 那这些业外的收入 我持续的把它放到 我的资产里面去 那我没有可能在10年之内 再存到第二个1000万 第二个1000万很难吗 你想想看 1000万除以10 就100万 那我一年只要存100万就好了 那这样子的话 其实我可以很快速的去 存到我人生的 第二个1000万 那这第二个1000万 我存到的时候 大概也才多少 才50岁 50岁的话来买房子来得及 我相信的话来得及 所以呢 我可以让我的生命 有14年15年的时间 先努力的去赚钱 努力的去撑起 我这个财富自由的 那一道金钱 当我存到了之后 接下来多赚的钱 我就可以有更自由的 这个状况可以去运用 所以这个是我自己 给记者的答案 你们也可以参考一下 想想看说 你现在的人生规划是怎样 你的资产配置是如何 这都是非常非常重要 是你需要在夜深人静的时候 你把它摊开来 自己去思考的 因为每一个人的状况都不一样 我的答案也不会是你的答案 所以你必须要去思考 然后把你自己人生的priority 轻重缓急 重要的项目 东东都把它列出来 然后这个东西 如果比如说 你现在就要成家立业 你现在就要结婚生小孩了 那你需要钱 你需要买房子 然后有一个温暖的家 那这个东西的确就变成是 你人生的最先的这个药物的部分 那我自己的人生规划 跟大家也都不一样 我是希望能够尽快的达到fire 之前有做过这个节目分享 就是fire一组 如果我尽早达到我的这个fire一组的 这个目标之后 我剩下的钱 我多赚的钱 都可以去指引我任何其他 我想做的事情 所以这个也是我给记者的答案 那你们就 今天这集节目结束之后 开始想想 你应该是要先存钱呢 还是要先享乐 还是要买房子 这个每一个人的答案都不一样 但是我觉得 它会是一个非常好的 这个所谓的脑力激浪的讨论 那你如果想要知道更多的话 也欢迎你加入我主持的这个 永宫大户的telegram的讨论群 那你可以在下面的资讯栏 可以找到相关的资讯 或者来到我的部落格都可以找到 那么你进去之后呢 就可以就是 很自由的跟大家去聊聊这个议题 那我觉得这对你的想法 或者是你人生的视野 其实都会有不一样的 这个改变 好 那我们就下回见咯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